六區表達意見 六區在議會裏做一些徵詢時 開始有些人士去阻撂 在這個過程中 阻撂 當時媒體反應過 都表達到 我的說法是 這種衝擊是有事先的一個組織和移謀 當然我們不贊成這種衝擊的風氣繼續延伸 但後來這個衝擊的風氣是持續的 我們只是表達這個概念 讓大家知道 那時候周庸就開始出來了 周庸出來的時候 我們當然要邀請周庸 就六區去講一下 所謂佔領行動之中的情況 和反佔領的情況 我們觀彤都邀請周庸來表達意見 我們也有個角色的參與在裏面 在觀彤區裏面 委特號做到觀彤區裏面 一些居民和公安宣傳 邀請居民過來聽周庸 如何建太這個所謂佔領行動 和他自己的反佔領行動 會又如何做 這個去到14年3月19日 14年3月19日 我們議會送完都再做了一個動議 要求依法普選 普選的進程 是不能夠停滯的 這個14年的時候 我們也做到一個動議 這個動議在我們議會裏面 一般有兩個人的動議 一個是民建聯的支部主席 一個是獨立的人士 兩個動議 然後其他認同的人 作為一個和諛 這個情況 這個就是我們在議會裏面 會做這個動議 當時那一刻 我也做了一個發言 這個動議我都比較喜歡說話 所以反而有這個動議 我都政治 我都不太怕被人搞 所以我就有一個 這個說法就是 因為過去在英國統治這麼多年 就是一百五十多年 是從來沒有選過的 就是鄧恆庭政政官 基本上沒有選過 所以這個呢 其實有得選 就是為什麼這個一個 又沒有得選到有得選 都要這麼大的進步 不要呢 這個呢 我們也表達了這個意見 這個是14年3月19日 好 接著呢 就去到14年的3月29日 我們也寫了另外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是講的 就是鄧恆庭政政官 選舉和過去比較 那些進步的地方 我列出呢 就有五個進步的地方 是的 那你列出五個進步 是3月29日 開始 就是他去表達這種的 第一個進步的地方呢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就是 不是香港人 到是香港的人 到是中國人 這種的擔任 他說呢 這個是我們第一個進步的地方 第二個進步的地方呢 就是 在我們香港產生 以前呢 就不是我們香港產生 是英國空 或者一年之後 有些人說 一個星期才給你知 或者有些人說 去到最後 雨落海的時候你才知道 完全你 我們香港人都沒有一個參與 就在英國已經搞定了 那這裡呢 就是我們香港本地去產生這個行情 這是第二個 我認為那個進步 是的 而第三個進步呢 就是有選舉 或者是協商產生 我們就知道我們為什麼是選舉呢 無論你說 大圈子或者小圈子都好 但是始終都是一個選舉 是的 所以這一個呢 是第三個進步 而 第四個進步呢 就是 首先 我們香港人呢 在這裡整個選舉過程 我們是知道的 是透明的 所以這一個的情況 兩個三個四個都好 是這個 知道的 投票都知道 誰拿誰票 是吧 梁振郎最終 六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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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選馬會的票 這個都是一個 大家知道 怎樣都知道 之後的 可以見到的 而 大圈子的選舉 就是成立了 17年 就可以實現了 一人一票 可以選這個投手 這個呢 就是 我在2014年3月29日 記錄一篇文章 就表達到這個 的情況 跟著 就是一個 就拉布 之後 就是整個反對派呢 就提出要拉布的情況 對 拉布的這個文章 表達到一個 擔憂呢 就是拉布拉拉一下呢 市民會襲於衛上 市民襲於衛上呢 就會覺得 是政府做不到事 不是 拉布議員的責任 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話 最近回來問一下問題 問一些三個朋友 欸 總職監 三兩未出過 他肯定跟你說 是政府問題 他不會說 原來那些人拉布拉到這麼久 才 還未出過 他這個 追究的因素 他會放在政府那裡 這篇文章 我就希望 無論政府也好 無論我們整個建制也好 都要認識 認清 拉布法 成為一種習慣的話 市民就不會認為這個責任 在反對派裡面 的確我們在前線區社區裡面 接觸的時候 都是遇到這個問題 你怎麼這個工程這麼慢 怎麼那些答應都還未做 怎麼起樓 起這麼慢 全部都是利用責任問題 是 不會說 原來那些人在拉布 在社區裡面就遇到這個情況 所以我這篇文章 說的是 這個因素 希望 其他方面 因為始終 這是一個暴疫 始終 大家是互相 進退 他跳舞 進退 所以這個過程 我這文章 希望 警惕 要責任轉介 在我們建制上面 這樣慘了 無論做多少 我們強調萬生事務 無論萬生事務 做多少 都沒有用 正常來說 你幫到他 他未必記得很清楚 但是他拿不到 你就慘了 所以我們有一次說法 我們幫了一個規民搞一件事 有件事幫不到的話 那你就慘了 他可能因為這件事 而記住你 下次可能不支持你 有這樣的情況 你的確也遇到這樣的情況 這就是一個 的擔憂 表達出來 這篇呢 就是在說 國債標準 2014年7月11日 就是在說 這一刻 接種還未開始 開始就是在說 清詳的國債標準 我就在說 美國 用美國 如果 國債標準 是美國的話 美國的清詳應該是 國債標準 美國稱 華爾街的那個牆 我們看不到 不過 是非常之暴力 媒體基本上不讓你進 總之壞賣就拘捕了 這個牆 有些朋友拉在美國 反應不翻出來 你那段時間千萬不要進去 進去的話 就可能 叫做 勇合詞 這樣一個情況 我們看到很多 網上也看到很多 美國清詳的畫面 情況 所以這個就是 所謂國債標準 就是講 什麼叫國債標準 所以這個情況 就是 這篇文章 就是AM730的時候 一個筆陣 就是我寫一篇 AM730就找另外一個反對派 寫一篇 同一個題目 大家寫 我寫 我寫我的觀點 他寫我的觀點 我就給讀者做一個評論 到底哪個觀點是對 哪個觀點 不對 或者哪個有 有理有點 這個是在 14年7月11日 所以現在的文章 好了 接著下去 就是 已經到 就是 要開始 反正中了 反正中這段時間 在做那麼多 是 有本認為這個反正中 會簽到那麼多人回來 有啊 一開始就認為反正中 會簽到那麼多人回來 而是要想說 你三分證 要對上你三分證 要寫你的英文 要簽名 一開始的時候 這種提法呢 我可以跟大家說 基本上在整個 建債實質操作層面那裡 我估計是十歸其甲 都是反對的 你拿三分證 是私隱來的 誰肯給 誰肯給 張三分證 我自己也想到時候 我肯給 所以很多人呢 都不認為 這個過程呢 會是 那些人願意這樣做 那這個情況 第一個 第二個呢 還提他 只簽一次 不簽第二次 那這個情況 通常我們以前在地區 都要簽了 用這張紙 幾十個架 你簽 然後他有一次 就會簽了他家人 簽了他父母 簽了他小朋友 爭取一些 小巴線 巴士線之類 大家都因為 多些 現在我們作為 而且還要吸引 這裏就要吸引 做一個核實 要看他 在這個過程之中 一開始太吵 是沒有人認為 他可以行得好 除了我幾個 他策劃的人 所以這一點 我這一點 是相當復褶 他可以看得懂 我們這些前線的人 每天做事都說 哇 不是吧 十幾十個都未必搞得定 只要二公大簽名 就行 但的確 出來了後 後果 是超乎自己想像 這也是看到 我們香港人 對這件事 他的基本台法 對反暴力的結構台法 是怎樣的 這是一個情況 在做那麽多人 有沒有人做過義工 那段時間 沒有 有一個做過義工 沒有 其他人有沒有做過義工 有很多人 有簽過 我猜 可能在做那麽多人 很多人都會簽過 這一個就是 在這段時間裏 我都做 中間有一個是我 中間有一個我 這個是我 這一個情況 就是 反佔中的簽名 天天我都適合 整個觀衡區 包括可能黃大宗 亦都去過旺角 去獄讀 這個呢 我看到的那個反應 是各個殖方年的人 這個是一個 就是其他 就是 少了做你的朋友 走過我們的 街站那裏 就說他要簽名了 這一個其中一個的 例子 他說他是香港人 他說他不是中國人 他說他不是香港人 他說他也是香港人 他都反對這種 所以這一個 也是反對接中這種 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好 老實說 我希望 更多人簽名 越多人越好 越多人 就是代表 希望給他們壓力 這篇是 2014年7月26日 暫中是 幾時發生 大家知道嗎 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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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已經開始燈憂了 可以燈憂了 這個是7月26日 這四篇文章 我簽到了 你簽到了嗎 就是這篇文章 主題就是 簡單直接 我希望多些人出來簽名 這篇文章 我分享我的地區 看到的一些例子 希望多些人出來做這個 一切 反接中的行動 也不希望這個 真的發生 因為我很相信 如果真的發生的話 不是一朝半日的事情 最終證明了 我們這裏看法人 是對的 所以我們很希望 他連發生都不要發生 就算他發生都好 都盡快 遊行而不就算了 表達到他的意見 是吧 這一個情況 這個文章 就是我們寫的時候 我希望多些市民 看到這些文章之後 去出來簽名 多些文章都在文大宗發生 發生之後 我就在網路上傳 在Facebook裡面傳 不同朋友裡面傳 這一個情況 是吧